台中市警戒接连爆出风际问题 先是前行大大队长林明佐涉谈包庇 还有雾峰分局侦察队的林姓小队长 出现在职榜迁堵机房的现场 现在又传出台中大雅分局的侦察队小队长 也因为福报刑办费数千元 最近被调查局要求前往说明 接连爆出风际问题也在重创警方形象 台中市警戒接连爆发风际问题 警察局长在市议会被跑轰 议员大骂官话很会讲警戒却接连出包 先是林明佐担任台中市刑大大队长期间 和博弈集团交往密切 将检警侦办行动泄密 让对方提前转移据点 接着是武风分局侦察队林小队长 出现在职榜迁堵机房现场 警用机车拍到他到场 然后离开之后警方才攻坚 时间太过巧合 高层却说他只是在那边斗狗 如今又传出 大雅分局侦察队小队长也因福报刑办费 被调查要求前往说明 据说两个小队长还是亲戚关系 据了解小队长主办企图案件 从111年2月到7月 总共有四次疑似福报刑办费 总计2000元 办案的警察一再被传出疑似涉案 警方形象重创 民众喊话要市长卢秀燕 好好战断战断 记者中部赵报道